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支是那个白乐贵妃贵妃干笔啊 非常文具的一支笔 然后 第一个感觉吧就是能不能把这些包装都给去掉就简单一点就行了 不然啊这这样子一支小小的笔然后呢又给我占了好几支笔的空间还是这样子一个感觉 虽然说它的包装的话真的比不少国产比上面看到就是 精致很多那能看到logo然后 然后各种的什么100周年 100anniversary对对对那个100周年 然后呢就是字体啊上面的看起来很有苹果的苹果手机那种感觉 然后上面的这些资料等等都是非常全的 然后还有这些什么建议年龄范围也什么的就感觉 怎么讲呢就整支笔的东就是细节都很够就包装上面了单纯讲的 然后啊还有这样子一个 还有这样子一个我去 然后这支笔完没开过你看 这个还连着的 然后这个笔盒啊真的啊 怎么讲的比拉米的那个啊怎么讲的 比拉米的盒子 啊良心多了真这么讲 相对来讲我觉得这支笔也是 就整个包装吧就是从它的价格等等来讲的话 真的比较良心这样子你看上面的 那个 也也比他大然后上面的 哦 是我去原来是这样子的 哦 我高级高级然后还要送一个木的 然后说明书啊说明书就不用了 我这一个笔真的是我 而且它这个塑料的然后你看上面这里是有点绒布人就绒布的那样子 我这个处理真的给力了这个 第一次见了就是 好好好用心的一个包装啊 然后上面一个绒布然后就这样子一块 虽然说我我个人认为不是脱工减料了 但这个 又能给人感觉又能很好的保护笔吗 因为它本身这个 它能成熟很大 本身张力很强嘛 然后有人吸收很多的一个冲击嘛 然后再加上这个绒布然后能减少一根笔的毛痕啊 不错不错 哎呀个人觉得日本的日本的一个日三家品牌的话 哇做钢笔真的是 百乐的真的很难的满意 咦是不是被我搞断了 好 它是有这个的 然后 嗯 难道说 哦可以可以 好吧好吧 哦这个盒子必须也留着 哇太太给力了 这个 啊 这一 这这个盒子真的是 就是这个价位的比我见过最好的盒子应该也是这个了 好那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放一遍 然后 看一下这个笔吧 好一样的146 然后800吧 还是 啊 还是 哎平常也想不到用哪一支笔做一个规范了 因为我也不确定哪一支笔比较多人有 然后现在所以说反正就是三支嘛 就是 高端入门的 然后平新手入门的这样子 三支啊 好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支笔啊 那基本上就是跟78G差不多了 而且那个这个透明的嘛 就是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它是有点蓝的这样子一个透明的 如果拿我这支 百丽金的话 你们看 这个透明跟那个透明完全不太一样 这个透明基本上完全透透了 但这个的话 应该是有点反蓝色的 不知道材料上面是差别是什么了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个就是 笔的话首先就是 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流线型 另外呢也有做一个就是像拉米那种的 就是一个三角 三角笔握 粗细上面的话 笔78G还在细一点 呃 再下来的话 长度的话 我觉得这个长度的话反正就是 它这样子收的话能减少那个笔的一个惯性 好那大概是这样子一个长度 然后呢 啊哦悬开了还是 笔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笔尖的话基本上 我觉得应该跟78G是同一同一款笔尖了 那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小尖能看到的 哦 忘记了我这只我这只爸爸上 现在还在上磨状态 那146你们能看到 基本上通透的没有塞上磨 好那能看到首先笔尖的话应该是那个偏细的一个笔尖了 但 呃 比看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跟 205一样吧 对对对那就 对对那基本上跟205一样的这样子一个大小 我现在的标准都是非常的统一了 好我们再下来先把笔给放一边去 哎呀 好我们 嗯赶紧的先把这个重量给看一下吧 重量的话 ok 5 啊不对 应该还的我这只没有上磨器的应该把上磨器也给 加上磨器 加上磨器 好10.09克那基本上 4.094.9 15 那就是 嗯9.6 基本上那这只的话9.6那这只 再加上这个新磨器 嗯差不多两只 两基本上两两只笔尺差不多 他还是个透明的一个笔尖 好那一个我们先把这个上磨器给装上去 刚刚那白金9.6吧9.3啊差不多两只 好那这个笔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 总长度 是那个多少 啊今天闪子不太好啊相当抱歉 呃上看一下这只笔的一个总长度 哎呀哎呀 可以可以 啊 148.5左右吧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笔卧 笔卧的笔卧的话直接我就拿 因为他三三角的我就直接拿一个这边的一个平面吗 然后再到这个最高点来来量吧 嗯 可以 啊10.66好那大概就这样子一个一个 的出戏左右 那 差不多应该 然后选开的话比 哎呀哎呀怎么会选到后面选这没 两到三圈左右的一个 那这个出戏的话应该跟拉米那个差别不是很大了摸起来 凭我印象的一个感觉 出戏是一个差不多 那这个能不能倒扣 嗯可以倒扣可以倒扣可以倒扣可以可以 可以倒扣然后好那先讲一下 首先这只笔的话一拿上手很轻 就是刚刚为什么我去拿了那个 百利金的205这样的 拿来就是同样的来称一下 因为这只笔一开始拿的时候就是 就是他的重量感 嘛你一开始拿了就还是会有感觉 但是说你会感觉到这只笔 非常非常轻 那所以说我才故意说我两两只笔就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然后再下来 但整只笔的外观来讲吧 虽然大家重量差不多 但是这个 这个外观当然价格我知道也差很多 但外观是差很多 那不都不佩服百利金的一个 他做那个活塞感的技术真的是 炉火纯青了 因为 同样的这一只的话是开模出来的 那只是人手的 而且零件等等来讲的话 他 还能比这只轻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活塞 活塞在里面 然后他 既然还能比百乐的这一只这样 就文具比还要轻的话真的是 很 很不容易 真的真的是很厉害 然后这只笔的一个 概念应该是属于一个 日用书写的一个定位了 但这个笔帽真的有点小了 然后这有一个两个小飞机头 飞机的飞机的一个翅膀 防止他一个翻滚吧 那应该是这么用 对应该防止翻滚的 但是其实这个作用不是很大 你还是一样能 就你你给他施加一个力 或者我现在这么放 那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 比较还是比较比较给力 然后这个笔尖的话 基本上 除非是同样大小的尖 不然是 但是很难击尾到一个别的一个笔尖 我个人觉得 另外呢就整支笔的外观 我觉得人讲的也不多了 因为这个的话 里面的还有一个看到吗 里面还有一个放 三角形的但是我这里摸是平的 里面那个应该是为了那个比较好开膜吧 我觉得 因为整支笔的话基本上就是为了性能而定制的一支笔了 因为外观上面真的没什么外观可言呢 你看他基本上能能能减少的地方都给减少了 像有些的话 他很多透明笔嘛都会有加一些 就是我现在手上不一定有我看一下 手上啊这一只也 这只好像也是 也这只好也没有这只 就是有些的话你会看到他 他这里加了三个圈吗 是有点小装饰性了 但这里通常很多时候是有一些就是像那种夹鸡吗 就有一个片 然后在里面的然后去增加他的一个强度吗 这只笔基本上没有了 能已经我觉得就百乐已经把这只笔的一个怎么讲尽量的美光化了 我是觉得 另外呢就 呃 基本上是范文聚合了也你说这只笔的话拿来收藏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为了他的颜值也不太可能了 但我觉得他一个幻肩上面来讲应该是很不错的 但是这个蓝色的透明笔是真的有点眼前一亮没想到会用一个透明的笔色 这个成本来讲的话应该就透明的东西嘛 他需要那个无尘车间呢 那这样会放这个东西的话真的是 嗯 非常的一个良心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的笔尖 百乐的一个笔尖 然后上面的应该是 这写的时候看一下 有点反观这样子你们看得清楚一点 拍了super quality 日本的顶级质量啊 就这么讲 非常好质量 然后再下来了 我们 我要把镜头靠近一点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笔尖 这个笔尖 那还在正面 然后这里侧面 然后这里里面啊 相当不错的一个一粒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然后写起来的话应该也是属于那种 笔尖看你能看到那中缝其实挺细的 好像快看不到一样的这个感觉 让你看到吧 然后这只笔的话我的是一个F尖了 那基本上算是最细的那种 那笔的话买F尖就反正就是等于别的笔的一个F尖 啊应该 好久没有说过倒扣一个笔了 我们先上一下墨吧 这只笔 来 好 这样啊 百乐的这个新墨器真的很方便 可能觉得 看这么一用 然后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很棒的 我觉得 先把这个给放一边 你看我刚刚直接放下去吧 很多笔的时候我上墨的时候都会碰到笔沃的这个地方 他这里 罗文斯基在这个地方吗 增加了就是那个墨跟然后我手拿的那个距离了 那基本上其实 如果不是很在意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吗 比那这个罗文的这个地方 你基本上上完直接关上 那也没有问题 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一个设计真的非常好 因为正常罗文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这么放 其实也还好 好像 对反而笼到一点这个我个人也不是很介意啊 好那个笔记笔还是要哪用的吗 那好我们赶紧来书写一下 然后我就拿这个然后直接要来对比吧 好 好那书写完以后能看到 就是F间那会比 卫迪文的那个我的那个圆珠笔的稍微细那么一点点 另外这支笔的声音给你们听一下 那给人感觉还是百乐一贯的风格 笔尖超级细但是触摸非常大 所以你一写一压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个磨条吧 就是有个磨然后会看到水的 就比如说你平常一写 你这么一写他是平的 那百乐那个会有点就墨水会有点凹凹起来那种 就触摸很大但是笔尖很细 就写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好写了 还是一样坚持了他一冠也来的好品 那 呃 我个人的话但是倒是很很久没有用这种就是说给你矫正那个书写知识的一个笔了 用起来感觉有点生硬但是如果是新手入门的话这支笔相当的棒 那像新手入门笔基本上我到现在为止要么就是 基本上都推那个百乐的 那如果是说 你专门说有问我说要做那个国产笔我才会推那个福利文 但是如果新手的一个 取向的话基本上我只推百乐暂时来讲的话 因为别的笔的品控或者一个诚意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没有 还有价位 基本上都没有 能达到一个百乐的高度 那也算这支笔的话个人来讲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实用的一支笔 那如果拿来就平常当做书写用的话 这支笔 无可置疑的绝对是一支就很合适的笔 好那我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我忘了讲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